转锅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等于时间10月13日 2024年亚洲乒乓球紧瞄赛 已经落下了一幕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 女单决赛的比赛 是由朝鲜选手金钱英 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的比赛 最终金钱英以大比分3比1 逆转独光 赛前张本美和排在世界第七位 而金钱英因为没有参加国际比赛 没有低分 所以没有世界排名 相比于赛本美和来说 金钱英就没有什么名气了 赛本美和也成为本次女单的 夺光大冷门 比赛卡手金钱英还是有点慢乐 金钱英很快就与2比5处于落后 首局赛本美和打的还是非常凶梦 以11比6先下一层 结果金钱英爆发了 第二局一上来 金钱英就打了赛本美和一个5比0的开局 不过赛本美和也不是一个神优的争 赛本美和很快将比分拒之5比6 仅落后一分了 关键时刻 只见金钱英上瘾了突袭扣扎 打了赛本美和一个错误敌方 接下来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金钱英的疯狂扩插球 让赛本美和再次摆下阵来 金钱英连得四分 拿到了本局的局点 局末金钱英更是利用神奇发球 以11比6扳回一层 第三局一上来 赛本美和就取得了4比1的零件 只见赛本美和开始疯狂怒狐狼 在面对1比4落后的前往下 只见金钱英显得异常的冷静和淡定 当金钱英以2比5暂时落后的时候 只见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金钱英上以了5点扩插球 去破解分散 当双方以10比10占平的时候 只见金钱英突然游手转弓 打了赛本美和一个转弓一击 局末金钱英利用神奇发球 以12比10再赢一局 第四局当金钱英以1比2暂时落后的时候 在双方对兵过程中 只见金钱英上以了不可思议的回球 占平的比分 当双方战成3比3的时候 只见金钱英的防守弹击 让赛本美和有点琢磨不透了 这一球也让赛本美和有点琢磨不透了 当双方战成4比5的时候 只见金钱英的防守弹击速度太快 让赛本美和确实不透掉 从4比4占平到4比8 金钱英连得4分 直接打分赛本美和 金钱英以11比6带转了比赛 最终金钱英以大比分3比1逆转夺挂 从手机落败 再到联邦三局逆转夺 金钱英不仅上演了大逆转 也上演了最大的暴乐 金钱英全场情绪稳定 也是非常让人佩服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在这 清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下期再会